蛇蝎女皇靜魂和檢警鬥志攻防纏鬥24小時 警方是以自己的骨肉 怎么可以这么轻易地拿掉 终于是卸下了皇姓女子的心房 那么由于皇女愤怒地指出 她和蓝姓小开交往6年多 那么男朋友经常殴打她 她才会猛声杀鸡 她也说与其我死不如她死 至于61岁的蓝妇 知道了爱子遭分尸惨死 也悲痛大骂说最好是判处她死刑 本期伤害男友黄姓女子凌晨才定羁押定件 走上球车一脸漏漠 因为她向法官说负贵 以身太晚 坦诚杀人后 黄姓女子带着远景到其实地点 嫌犯神情镇静走在最前方 看看她的打扮 穿着绸缎亮面的裙子 白色小外套 头发编织挽起 就算是罪行曝光 人性性打扮 以丝不苟 更看得出她的冷血冷静 嫌犯指着一个用树枝掩盖的土堆 四周有焚烧过的痕迹 市中四天的蓝姓小开 重石遇害 不仅惨遭分尸 还被焚尸后 弃尸产业道路 肢结以后 然后再以汽油焚烧 针对没有焚烧完的这些尸骨 再把做一个挖土 然后把她掩埋 在台中开车船工程的蓝姓男子 27号凌晨三点回到家后 就此失踪 五间正方 同居的大陆籍女友 遮遮掩掩掩了两天 终于被突破新房 坦诚杀人 她说杀人的念头 已经预谋两年 两年前男友曾逼她堕胎 最近则因为男友答应她 公司的佩骨分红却黄牛 每天看着男友将期款卡 存着放在包包里 公司赚钱却违背承诺 由爱生恨 促使她决定动手 你刚才说自己的骨肉 怎么可以轻易拿掉 当下她的反应先 什么反应 她的反应就是 我今天计划做这个事情 就这样了 是OK的吧 因为她这个工厂 可能有赚钱 但是黄姓协换 一直没有分配她鼓励 黄姓女子心狠手辣 从买的刀子就看得出 这两把是杀猪取骨用的菜刀 看得出相当锐利 另外还藏了安民药 选在27号男性男子回家后 动手办案 先用安民药 把她迷分了以后 然后再 趁她熟睡以后 把用这个菜刀 直接砍她的脖子 把这个同样的 这些塑胶袋 有的是装一些破碎的衣服 然后包裹的丝块 然后再运送出来 不仅杀人还分屍 之后用塑胶袋 将丝块搬运出去 租车辆将尸体 再往石缸山去 埋好汽油分屍 在奔头丢弃汽油桶 以及藏胸刀 却自撞电线杆 租来的这辆车子 车头撞鬼丢在半路 即使如此 警方说嫌犯预谋犯案 计划缜密 她事先在她的床店铺了一个 受教布 防止这个血液 在留在现场 黄线女子不慎割伤 左手食指和中指 警方比对监视器前后画面 确认手指伤势 在遇害后出现 在专业的说法 还是留下关键证据 终于突破新房 正破正起 害人经文的分屍案 记得陈思源 徐林SNG小组 台中 配方报道